今天我們在這裏給大家分享一下 咱們華祖文化有兩個至寶 我為什麽說它叫華祖文化的寶貝 實際上在古代的時候 可以說我們只要是一個華人的話 沒有一個人不會的 所以這是我們老祖宗的東西 它不是什麽宗教系統中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碧古術 實際上我們人有兩大法寶 如果這兩大法寶你能夠完全掌握之後 註定這一生不會生病 什麽病都會治好 這兩大法寶 一大法寶就是今天教給大家的碧古術 另外一個法寶叫胎西術 我們實際上現代科學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人際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類 實際上不是從古到今天 一致這樣的繁榮到今天的一個人類 也就是說在歷史時空中 我們人類被毀滅過幾次 可是他們通常把我們現在這個人際 叫第五人際 就是人類被毀滅了前面四次之後 我們是第五次 從這個大概距今現在一萬或者八千年的這個時間 繁榮 重新在地球開始開枝散葉 繁榮到今天的人類 也就是在我們之前的大量的人類 都是被毀滅掉的 那這個毀滅的原因是什麽呢 有天災有人活 我們就不去講那麽多 那麽在毀滅的過程中 為什麽會有一些人種得以延續 也就是我們的老祖先 能夠使我們現在活著 是他們的功勞 那麽他們在躲避天災的時候 就擁有了兩大法寶 一個就是可以不吃不喝活著 第二個就是可以不呼吸 第二個就是可以不呼吸 每次天災人火 實際上都跟我們生命的兩個至關 供應營養的系統有關系 那這個是什麽呢 一個是呼吸 呼吸就是你要通過肺的呼吸 吸收空氣中的營養物質 來供應我們身體能量的需要 所以說呼吸系統 是我們這個獲取營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系統 實際上 這個它佔了我們人體供應能量的80%的比例 也就是說你人體中真正的營養 供應你這個五臟六腹 細胞核這些營養的 那麽80%是來自呼吸系統的 也不是你吃什麽東西 但是人現在是顛倒的 人現在是重視的是什麽 消化系統 但是實際上它像我們人體功能 只共20% 比例數大概了 也等於這個數字 不同的科學家有不同的見解 但是實際上做一個實驗就可以做出來 就是你普通人沒有學會畢谷樹的 餓他三天餓不死 一個人三天什麽都沒有吃的 也沒水給他喝 餓不死他 三天一定死的 過了三天有生命危險 它的一些五臟六腹開始毀壞 功能系統開始毀壞 所以它就開始有生命危險了 有不健康指標出現了 但是我們人可以多長時間不呼吸 你們的本事可以多長時間不呼吸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五分鐘都搖頭 所以一分鐘不呼吸 硬硬憋著氣沒問題死不了 兩分鐘使勁的臉會發紫也死不了 但是三分鐘一般正常的一個人 三分鐘就會被悶死 完全沒有生命危險了 心臟也停止跳動了 完全被憋死了 所以這個實驗告訴我們什麽東西呢 呼吸系統對人體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 好